欢迎收听《义士携军》第105回 如果说让一向轻烈的姐姐和父亲知道自己居然是为了一个妓女就要和军家的三少爷决斗 不知道会不会气疯了呀 无论刚才军墨携如何诋毁污蔑月儿 认谁呢,只多也只能说这军墨携呀不知减点 却也绝不会为区区的一个妓女来打抱不平 而事实上,军青月虽然说早在家乡之时便已经认识了月儿 更在天乡重逢 实则却是完全不清楚这位月儿姑娘究竟是什么来历 但不管如何吧 这个女子呢,却是军青月认定的人,心中的女神 这一点呢,军青月很坚决 无论任何人亵渎了自己的女神,也要誓死捍卫 管二公子,我也很想知道 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您 那若真是小弟哪里得罪了二公子 这小弟愿意赔罪,请二公子尽管名言 军墨携呢,一脸的纳闷加诚恳的趁机落井下石 你说话呀 管青很柳眉微皱 人家均纳纷纷的态度可以说很端正的 在看着弟弟,心中不由得有些悲哀啊 难道弟弟竟连军墨鞋这种纷纷也不如了吗 这事儿,我看还是让我来说明吧 管青波平静地接过了话头 为难地看了弟弟一眼 他知道,这件事情呢,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若是不如实地解释清楚 对于管家只怕是一场极大的灾难 于是呢,在管青波的嘴里 将管青月与月儿的故事编排得格外的缠绵啊 并且是一对生死不遇的友情恋人 因为某些不知道的不可抗拒的因素等等 导致两人分开 然后啊,月儿不知如何流落到了天香城 成为了一名,呃,暂时寄身青楼的卖唱姑娘 偏偏在这个时候呢,管青月来到了天香城 机缘巧合之下,两个人相遇了 而且最巧的是 君墨鞋呢,居然呢,是这位姑娘的呃,曾经的客人 管青波啊,说的可谓是相当的含蓄 而且塑造的故事也足够令人同情 描述的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足够感人肺腑 但饶是如此,管东流呢,依旧被气得两眼一阵阵发黑 几乎昏厥了过去啊 哼,在场的哪一个不是明白人呢 听管青波这么一说,还猜呀猜得出来 今日之事的由头呢,两大王库还是亲家 当众为了一个妓女翻脸动手 哎呦,这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啊 众人呢,进阶赴飞不已 看向管青月的眼神,竟都是戴上了几分鄙夷的神色 就为了那么一个人尽可夫的青楼女子啊 居然在管家公然与真家继承人争风吃醋 这位管二少可真是够二百五的呀 其中最甚者竟还不是管家家主管东流 而是管家长女管青涵 这管青涵素来鄙夷自己的小叔的君墨鞋的繁固品行 可是如今呢,自己一向乖巧的弟弟竟然也是这种货色呀 管青涵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自告奋勇问出来的居然是这样一桩龌龊的世界 一时之间呢,气得翘脸痛红 狠狠的瞪了管青月一眼 再狠狠的呢,瞪了君墨鞋一眼 干脆退到了一边 君墨鞋有些委屈了 你弟弟挑起来的事,你瞪老子干什么呀 你还不知道你弟弟根本就是刚才刺杀老子的元凶之夜 老子才是真正的委屈呢 你这畜生,简直是弃杀老妇 管东流气冲牛斗的咆哮了起来呀 嗓音阵的大厅中嗡嗡作响 为了这样一个女子 你,你,你居然就与我们管家的亲戚 你姐弟的小叔子要生死绝盗 啊 管东流这个时候气得身子都哆嗦了 你个忤逆之头不孝之子 你,你丢尽了我管家的脸面 管清月,看到父亲如此震怒 有些后悔,也有一些后怕 但嘴上依旧不肯认输示弱 他硬个头皮反驳道 月儿是我钟爱的人 月儿他才不是凡夫俗子 再说了,这小子马上就不是姐姐的小叔子了 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替姐姐退亲 只要退了亲,他就跟我们管家毫无关系 畜生,你住嘴 管东流大惊失色,急忙喝止 可惜啊,言出如风 此季却已经迟了 管清涵惊慌地抬起了头 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突然呢,脸上煞白了起来 红唇颤抖啊,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君无义和君老爷子面沉如水啊 甚至连君墨鞋也是大吃一惊 大厅中一片死意般的寂静 老夫有些醉了 失陪了 君老爷子站了起来冷冷地说道 这话可说得有些怪异啊 酒宴尚未开始 一口菜没吃,一杯酒未喝 君老爷子居然说自己喝醉了 管东流呢,陪着笑 脸颊流淌着清晰的细汗 您老请便 呃,堕堕保证身体 君战天哼了一声,沉着脸走了出去 管清晰在君家,有名无实 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嘛 而退亲之事 君家也曾屡次提出 不过管清晰本人始终不愿意罢了 但是现在管家来提退亲之事 这与君家主动提出 那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这次管家来到天香城 其中的一个目的 就是接管清晰回去 顺便呢,结出婚约 这个目的 两家亲都是心知肚明 但是心知肚明是一回事 管家主动挑明了 却成了另外一回事的 本来就算是管家不提 为了清晰的幸福呢 寻老爷子君三爷 也都愿意促成此事 但是管家当面提出 却无异于打了君家 一个清脆玲珑的 响亮的耳光 这虽然纯粹就是一个颜面问题 但这个脸 君家却丢不起 原本你好我好的一件事 在这一瞬间 一句话变得难以收拾了 君无意呢 目光一闪 缓缓的说道 哼,原来如此 至于清晰之事嘛 稍后在意 现在我只想知道 管二少爷今日 究竟想要做些什么呢 管东流一时之间 恍然失措 作为一家之主 平生还是第一次 感觉是这样的无所适从 秦莫学 你欺辱了月儿 就是我管清月的死敌 这管清月倒是很有骨气 一阵冷笑 哼,难道你君家 还要持强将我留在这里不成吗 怪不得月儿说你这个人卑鄙无耻 但要报复于你 原来你果然是如此的可恶 今日既然被你侥幸逃脱回来 那我就要被月儿出这一口气 如果你还是个男人 就痛快的接受本少爷的挑战 这小子 居然把所有的事都说得出来 还一脸的理直气壮气愤填膺啊 作为白痴是否就是这个样子吧 或者也可以叫做出生牛犊不怕虎吧 其实也难怪啊 管家在整个东部地区可说是赫赫有名啊 管清月作为管家的二少爷 自然呢也如同土皇帝一般 纵然是现在来到了天香城 在他的心里也感觉君家这样的官宦世家 充其量呢也就是有些权势 哪里比得上自己管家这等的玄契世家 如日中天呢 别的不说吧 就算是东部地区的一方风江大吏 对自己向来呢也是客客气气的 所以呢 在他年轻的心里还真的就没有把这君家放在眼里 尤其呢是今日见到君家老少三代 一个老的快进棺材了 一个王库败家子再加一个残废 都什么人呢 一家子废物 他无疑是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玄契世家固然强大 可也只是一个江湖世家吧 只要他还未能达到风雪迎成那样的传说中 傲视天下的实力的水平 他呢就必须接受世俗的约束 君家纵然没有一个高手存在 但却是代表了军方的最高权力所在啊 能够调动全国的兵力 而无论是在超级世家还是世俗之中 权力那才是真正可以主宰万物的东西 超绝的武功 最多呢可以杀死百人千人万人 但是永远不能统治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 甚至一个村庄 但是权力就可以啊 这就是管家与君家的最大的差距呢 也是不可逾越的差距 说句不客气的吧 管家的声威确实不俗 但是却还不足以令一方的封将大力给面子 封将大力之所以给管家面子 那只是因为管家的长女是君家的长孙席 仅此而已 与其他无关 今日被你侥幸逃回来 君无义轻轻的重复了一下这句话 突然猛的抬了起头 管二公子 这么说来今天下午的刺杀事件也有你的份吧 或者就是你策划布置的 君无义的眼神啊 如同瑞丽的神剑 突然深周滔天的虾气 汹涌澎湃的奔涌了起来 之前的争执 那或许啊 可以看作小一辈人胡闹 看在庆家的份上 君无义自然不好过分 但是管清月这一句话中透露出来的事情 却让君无义真正的愤怒了起来呀 今天第一次有了杀人的心思 血衣大将的威势 又岂是一个出出茅庐的少年 所能够抵挡的呢 我我没有 管清月突然觉得全身是寒冷彻骨啊 但是却惊恶的叫了起来 刺杀 什么刺杀 只是单纯的教训一下而已吗 怎么会成了真的要杀他 那个时候我又不知道君莫杰竟然如此的可恶 若是他们真的要杀他 我又怎么会告诉他们 若本少爷本想布局杀他 凭他一个败家子可以逃脱吗 此言一出 君无义管东流管如山管清寒 君莫邪等人 不由得齐声叹息呀 哎 事情很明显 这位管二公子呀 在那位月儿姑娘的眼中 这只不过是一件利用的工具而已 利用他在东部达到了一些目的之后 就离开到了天乡 然后现在呢 又利用他获取了君莫邪的行踪消息 设置埋伏截杀 而管清月这颗棋子 明显已经是人家的棋子了 在场的 除了管清波与管清寒年纪上清 阅力不足 反应较慢之外 其他的人 哪一个不是人精子呀 这些事情呢 虽然说 从管清月口中吐出来只是一小部分 但个人心中呢 稍微一联想 就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管东流长烫了一声 眼中已经透露出了些许的绝望 自己的二儿子 在君家 骂了君家唯一的继承人 还扬言要杀死他 这也还罢了吧 或者还有的排解 但在之前 更参与了 自杀君家唯一继承人的行动 管东流已经不难想象 自己的这个儿子将会遭遇到什么了 他只是感到悲哀 来到了天乡城 只是区区的两天的时间而已 而自己的这个儿子 居然连番做出了这么多 真的可以说是惊天地气鬼神的大事 而最离谱的是啊 这些事儿居然每一件都与君墨鞋有关 生死攸关啊 你 哎呀 你这个白痴啊 你被那贱女人利用了 关东流无力的说道 秦月呀 秦月 你平日里的机灵劲都去哪了呀 这样的陷阱你居然一脚就踩进来 我们现在可是在天乡城啊 他现在呢 甚至已经没有了训斥儿子的兴趣 被利用吗 哼 我当然知道 关青月脸上痛苦的抽搐了一下 当初他还在东部的时候 他就利用过我 甚至不止一次 每一次我都知道 可是你们又知不知道 能被他利用 我很高兴 我愿意被他利用 我真的很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关青月几乎是吼得出来呀 原本清秀俊雅的面容 异常的猙獰 扭曲了起来 能被他利用 说明我在他的眼里边还是有价值的 若是他连利用都不屑于利用我 那我还有什么价值 啊 这是单纯的做过亡困子弟 二十祖吗 我愿意被他利用 你们听见了吗 少年倔强的声音呢 在大厅中回响 煞时之间 大厅中是一片寂静 再也没有第二个声音 关青月的脸上两行眼泪 终于夺旷而出了 看到这儿 君墨鞋 叹了口气 哎 千世今生 他从来也是一个无情的人 作为一个最强的杀手 必须是无心决意 断情其爱 那才能真正做到百无千判 世人皆可杀 而作为一个追求五道巅峰的舞者 秦官 却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关口啊 而君墨鞋 唯一没有跨越过的恰恰 就是秦官 非是不能 而是不敢啊 不敢 这也是君墨鞋 这位名正还宇的君墨鞋 唯一不敢尝试的事情 秦官 自古以来秦官难破呀 那多少盖世英雄 绝代红颜 都是倒在了秦官之上 行之一次 千古流传 但古往今来 能够看破秦官的 又有几人啊 许先有情投入进去 才能破关 但是一旦投身进去 大多数人呢 便是连身心灵魂一起燃烧 也无怨无悔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啊 在这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地感到了 冠清月用情之身之苦 那是一种无奈的绝望 无力的欺伤啊 从来没有过的 一种茫然 其中尤其以 管清涵的感受最为强烈 在这世上 若是有一个男子 能够为了自己 这般的无怨无悔的付出 莫忧 你辜负了我呀 君无意 绝恋十年 自然更能 理会这种 无望的情感 忍不住呢 也是叹了口气 杀意呢 以阴之大减 君墨鞋脸色第一次 有了敬意了 固然是因为管清月的小子 对自己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但是 她那种用情之身 却是值得佩服的 虽然说 她的这份感情 注定无望 因为无论如何 月儿在君墨鞋的心中 可不是什么 没有办法取代的女神 而是一个 非杀不可的女子 就算呢 以后真的肯接受了管清月的感情 君墨鞋呢 也绝对不会允许 这样一个女子 活在世上 同情是一回事 有敬意 亦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说你如何有情 就该让你肆意妄为 若是威胁到自身的安全 就算你情比天高 爱比海参 又当如何呢 所以管清月 注定了 是个悲剧 而且这个悲剧呢 已经是无可避免了 君墨鞋 向着君无意 使了个眼色 君无意一正 随即会议 眼帘垂了下来 若是同情 又相类遭遇的君三少 确实很同情 眼前的这个痴情种子 可是呢 一旦这个痴情种子 触犯了君家人的安全 那就是 完全的另外一回事了 原来如此 此时真相大白 原来寡儿歌 竟是一个痴情种子 佩服佩服 之前的剑拔弩张 却是小题大做了呀 大抵不过是我们年轻人之间的小玩笑而已 你们老一辈的跟着脚什么呀 君墨鞋表现出了一次罕有的大度 对于全身心投入情观的人 不管他本质有多么的迂腐又或者是说有多么的傻 君墨鞋都会有一份佩服的 因为他自身不敢进入 当然了 纵然是多情的种子 纵然说君墨鞋再怎么佩服你 可该杀的时候 君大杀手依然不会有半点的手软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意识携君第106回 欢迎订阅